唯一一個粵語的講座真的很珍貴 也多謝大家的來臨 我們這個多麥斯研究所 這個中文講座的負責人是我 也都是我去跟大學合作 建議大學我們每個月都做這個講座 我希望大家繼續去支持我們這個講座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 名外專上學院的客席教授 和聖神修院的客席教授 專修教理教授的一個博士 林博士 她也是香港的好朋友 很高興請到她為我們提供這個講座 這次的主題是聖多麥斯的教禮 訓導信經編的 而在這個時間我們會交給林老師 大概50分鐘左右 然後10分鐘之後 最後10分鐘我們會提供一個Q&A 就是答問題的時間 我們先專心聽林老師的講座 50分鐘左右 現在將時間交給林老師 多謝Benedicta的介紹 多謝羅馬中座天使大學的邀請 讓我用廣東話去介紹這個聖多麥斯的一個講題 這個講題和我的專業 我想看一下你的樣子 有啊 大家看到我的樣子 林老師 看不看得到你 我看到大家 好 大家看到我嗎 OK嗎 聲音 OK 看到 OK 多謝回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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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和我的專業有關的 是教理的 就是聖多麥斯的教理訓導這樣 這個講題是講信經篇的 因為我才發現它的講道集 我50分鐘講不完它四部分的講道集 所以我只可以講到信經這一篇 而這麼巧呢 今天呢 Benedicta告訴我 原來它的講道集 在台灣已經有中文版了 我正在考慮著 如果這次做完這個導言 特別是信經 大家有興趣呢 可能以一個讀書會的形式 將來我們在網上有導讀的方式 看中文 大家可以更爽一點 深入一點 會考慮 所以今天會集中在它第一部分 就是信經篇的部分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了解一下 有些人一講起聖多麥斯 就會立刻說 咦 它是神學家來的 它是神學大傳的 十三世紀的 為什麼無端端又會跟教理講授 扯上關係呢 我們要知道 有三樣的一個情況 我列了出來的 就是 所有的神學都是由經驗開始的 特別是信仰經驗 而事實上 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的年份 聖多麥馬斯的那個年份 就是1224 因為天主教教你列的年份 有些人說是1225 至1274 你看到它呢 由1265年 一直到1274年 就是編那個神學大傳 可以這麼說 其實那個經驗呢 也可以說是離不開牧民的 因為神學是對天主的研究 為什麼要研究天主呢 就是因為愛天主 要活出天主的生命 用多麥馬斯說 就是要留日出生命 那留日出來呢 在生活留日 在宣廣留日 特別是他去思讀 道明會的思讀 他需要講道的 所以 你看到他在1273年 差不多 神學大傳的結束之前 他就可能經歷了很多的反思 生命 體會 再應用在培育教友那裡 就編了一個禮儀講道 其實就已經遮蓋了 所有我們教會的信仰 包括當信道理 盛事 倫理生活 和祈禱的 所以就用在唐區 所以基本上 他的禮儀講道的四大內容 就成為後人 將他編成了叫做教理講道集 那為什麼叫做講道集呢 因為那個內容是來自他在唐區 四陳旗的講道的 所以這三部曲 就分不開的 今天都是神學的研討 是為了使我們愛天主更多 認識的更多 然後就放在牧民那裡 牧養天主子民 參與教會的福存 所以信仰和生活是分不開的 而作為一個思讀呢 更加要知道一條橋 怎樣將對天主奧秘的信仰 能夠通傳到給平信徒 特別在當時中世紀 他們文化低落 還有那個知識水平很低的 那要教那些神父怎樣講道理 更複雜 不是教培育教友 那麼簡單 那個教理講道集 是培育那些神父 去怎樣去 將信仰神學融會貫通 配合在主日講道呢 去帶給那些教友 所以這個呢 就是多瑪斯由神學著作 到牧民應用 禮兒講道 到後人呢 將它編成一個教理講道集 那麼現在今天呢 我就集中是講第一部分的信經 那麼當然呢 那些脈絡呢 要再看多一點點 那麼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基本上呢 我寫了一套教理講壽學十二講 那麼基本上呢 這裡的左邊那本呢 就是紅色那本呢 第四章呢 就是中世紀的教理模式 那裡呢 特別我就會列了 是聖多瑪斯的教理講道的特色 而今天呢 我都是拿著那些資料呢 去親身去解釋 配合圖啦 一些背景啦 去演繹的 那麼如果那些內容 大家想把握得好一點呢 你就可以有一本書呢 在左邊的 那麼右邊那本呢 就是上次我做這個 多瑪斯講座呢 就是講關於 天主教教理裡面呢 多瑪斯的貢獻 那麼裡面裡面呢 都已經是有 第八章是講天主教教理的 那麼所以呢 呢 也可以回應到呢 今天 多瑪斯的四大支柱 因為今天這四大支柱呢 就是成為我們今天天主教教理的 就是信經 聖事 倫理 祈禱 祈禱的架構 那麼有一個小問題 可能大家都看過我這個問題 我有很多個問題 哈哈哈 信仰是在問題當中發生的 那麼我可以考一下大家 你看一下這個問題 你看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聖多瑪斯 是中世紀時代的宗教環境 關於 那麼你看到這幅地圖呢 就是看到由羅馬帝國 當教會信仰得到統一認可的時候 差不多是四世紀開始 最繁盛的時期 一直擴展到中世紀六百年 淺紫色、深紫色 全部都是屬於天主教的信仰的一個環境 在那個情況下 在整個歐洲、東歐、西歐 甚至是北非 西亞、希臘等等 都是埃及 整個信仰都是天主教為本的 那麼這個擴展呢 在中世紀非常之普遍 那麼現在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問一下 那麼中世紀一個培育特色 就叫做團體的教理講壽 那麼多瑪斯的教理講道集 就是在這個時代出來的 那麼現在就是問一個問題 大家看一下我的問題 大家有些古話問題 精神一點大家 就是看一下就是 現在這個 哪一個 ABCP四個 哪一個呢 不是 團體教理講壽的特徵 不是喔 那就是 第一就是A 宗教社會化 就是一個宗教呢 將它好像社會那樣 去配合社會去運行 那第二呢 D呢就是教理講壽的真空期 那時候 那時候 中世紀沒有教理講壽的 真空的 沒有得好系統去教導你 是靠環境去分為人 那C呢就是本讀會很重要 本讀會就是擔當一個 培育兒童青年的角色 是靠本讀會 就是忍修院去教化人 主要 那第四呢就是 除了忍修院之外 都靠一些家庭 家庭很重要 家庭父母培育 還有一些民間教理書 特別是主日講道 那大家看到這四個ABCD呢 哪一個不是中世紀 團體教理講壽的特徵呢 不是 Benedetta 如果讓大家開麥克風 可以嗎 可以啊 大家可以 可以啊 沒有問題 甚至可以看到樣子 看到樣子 可以看到樣子 當然啦 我想看到大家的樣子 OK 沒問題 D 完全沒有問題 答案是B 你可以打在這個搜尋 是B for boy D D for boy 好多人回應 B for boy 是不是 B for boy 有些人說 B for boy 可不可以統計一下呢 如果病例子看到 在搜尋裡說 有多少個是A 有人說是A 不是A 或者在畫面舉手 沒有人說A 不是啊 A 很多人說出來 很多人說出來 說 不止是B C 還是A 是啊 我聽到很多人在回應你 是啊 是啊 好啊 那我就說個答案 其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些tricky的 如果你很多人 是不是會少些人說A 會不會 有人說A 多有A 我覺得是 其實呢 小心喔 宗教社會化和社會宗教化是不同的 嗯 一個宗教 天主教 配合社會的模式運行呢 似乎並不是中世紀的特色 反過來 整個社會呢 以宗教的模式 按著教會的奮鬥 按著基督徒培育的良心 整個世界呢 都宗教化了它 所以呢 社會宗教化呢 就是這個中世紀的特色 那整個社會 如何用宗教去分別人呢 即是氛圍啊 去影響人呢 就不是靠講道理的 中世紀的知識啊 東西方文化啊 人的知識能力 或者是培育都比較弱一些 那所以那個時候是教你講受真空期 是沒有教你講受的 那是靠那個環境 到聖堂 你看到一些壁畫玻璃窗很漂亮啊 在那裏就講故事的了 就是看著壁畫就是 叫貧窮人的聖經嘛 看著那些壁畫就是賠錄的啦 不用錢的啊 那你打鐘 三宗經 念經的啦 參加那些民間那些慶節啊 嬰孩洗禮啊 那就是在那個氛圍的信仰 那你要學一些有些譜啊 有些根據的教理呢 在哪裏學呢 就真是本讀會 因為本讀會呢 是擺明一個教化 不單是教化知識 教化人的生活 那甚至連多瑪斯出生呢 他都是被送去本讀會培育的 所以多瑪斯呢 是很受本讀會的禮儀 那個生活影響 屠成了他 才出來去再進修 再讀書 再找聖照 那所以呢 本讀會呢 當然是教化所有兒童的一個地方了 那是對的啊 那我教你講受是靠修會 還有靠家庭 他整個天主教都是國教了 那所有的環境呢 一出生呢 家庭的培育 講故事啊 倫理得幸啊 所有娛樂啊 去朝聖啊 看聖經話劇啊 布置 聖誕樹啊 這些環境 全部都是家庭做的 所以呢 這個民間的教理呢 就是都有發揮作用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教理條文 七罪宗啊 聖神七印 很簡單啊 做培育 那跟著呢 就是靠神父了 神父就是主日港道 那所以整個宗教生活呢 就是變成一個社會宗教化的特色 所以呢 A呢 就是 你似乎好像對 我其實是錯 因為它是宗教社會法 如果一個宗教 就是跟著社會的規條 一些東西控制著走呢 拉著鼻子走呢 我們的宗教就不會發展到 我應該影響社會的嘛 社會宗教化 這個就是中世紀的特色 今天我們的唐區啊 我們弱勢社群來的 可能社會的價值觀啊 物質主義啊 很多的在族思想 能不能夠我們在唐區學校 三合一嘛 唐區學校 以及這個家庭 公教家庭 能不能夠發揮到 這個社會宗教化呢 去分為這些人呢 這個呢 就可以慢慢 就真的成為敲武 所以A呢就是錯 多瑪斯在這個社會宗教化的環境下呢 他怎樣去發展他的教理分道 那麼這裡呢 大家看看啦 就是來自教會的一個要求的 因為剛才說過呢 中世紀的教理講授工作呢 是很有賴社會 所帶來的那種在宗教影響下的信仰生活啦 環境啦 宗教團體的分圖 使小朋友呢 平民呢 得到信德的資養 那麼當時呢 教理講授的作用和目標呢 就是以兒童和平民百姓啊 那些語言啊 就是都不行的啦 就是拉京文就不會懂啦 就是很… 就是他們那個教育很低啊 那麼還有呢 不單是他們啊 另外一批人呢 就是思讀啦 思讀質素都很低啊 收生的培育 那麼所以在第十三世紀 一二一五年呢 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呢 他就是講第十項呢 就說了 他說主教呢 要提供和委派堂區的思讀 去擔當教理廣道的工作 不是教你廣秀啊 教你廣道啊 因為當時很靠主日廣道 最重要的營養嘛 真是有份量的培育 就是彌撒神父廣道啦 那麼所以呢 就很緊張這一樣東西啦 知識的培育啦 那麼心靈的教法呢 就是聽告解啦 就輔導啦 幫一些病者啊 罪人啊 去卸罪啦 那麼另外 另一方面呢 就是修院呢 要配合了 十一條就說了 要給斯特和修院的學生呢 聖經教會牧民的知識訓練 那麼呢 神學的知識 懂了很多啦 讀了這麼多東西啦 怎樣去變成平民的語言呢 又有教理廣道要去訓練了 所以那時候呢 就是女應外合的可以說 女就是修院培育 要做得好 外呢 就是他們出來啦 做神父啦 都有一些叫做教理廣道集 或者是聽告解的指南 幫斯特去用的 就在這個脈絡下 就出了多瑪斯的教理廣道 那麼呢 這個看到這裡呢 就是說 道明會會視呢 多瑪斯亞 Thomas Aquinas 他最偉大的貢獻呢 其實就是把阿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呢 帶入了基督宗教 一個哲學的思維呢 去分析我們的信仰 很精準地 很正確地 去把我們的信仰去演繹 以一個信條也好 教導也好去表達 那麼就成為了我們的士林神學 或者是經院 兩個都是一個翻譯 scholastic theology 的一個開始 那麼多瑪斯呢 是他的名字 Aquinas 怎麼來呢 其實是來自他出生的地方 他爸爸那個 那個 territory 就是Aquino 在那裡 那麼他就事實上 就是接受好的教育 什麼好的教育呢 就是去了本督會 去本督會 就是學習一個道德 人格 信仰的教法 所以影響他對禮儀的敬禮呢 很熱誠的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在我們教理的範疇裡面 過去是沒有禮儀聖士的培育的 因為禮儀聖士是做的 是參與的 很少是一些條文的講解 因為多瑪斯覺得這麼重要 時他覺得 我要教化人 如果禮儀聖士都搞得不清楚 又不得他們去體驗 又不得他們去經歷 那怎樣去表達呢 所以這個也是成為一個伏線 後來他為什麼會將教理的 一會兒會講 就是信經那裡會引入一個禮儀的講解呢 然後呢 16歲就開始在納波利大學六年的時間 也在那個專研哲學期間 遇上道明會士 就歸化了 就是入了這個會了 那我就看一看呢 這裡了 道明會士多瑪斯在巴黎大學 是專研阿里士多德的哲學的 集這個士林學派思想大成 就以一個經驗哲學的方法呢 很系統地去演繹基督徒的信仰 那最後一個系統大家都知道 就是神學大傳 是嗎 就是整個信仰的神學的一個演繹 那其實這個大傳呢 是繼奧斯定的神學之後呢 一個影響 而事實上呢 他的教理講道呢 都是跟奧斯定的 在奧斯定那個信望愛裡面 引申出來 那當然呢 他的神學有他的獨特性 那我這裡就看到 我想說呢 他的神學方向呢 其實就是以好助食天主的本性 天主是愛 那我們怎麼活出這份愛呢 是要靠著他所流逆出來的愛 因為流逆這個字呢 都很重要 就是他流逆出來的愛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超似天主的嘛 用理智去接受他的啟示 用理智 用生活去回應他去尋求他 但是呢 不夠的 因為如果沒有天主超越的啟示的話呢 人靠自己在大自然尋找天主呢 是不足夠 所以呢 更加重視呢 就是他在啟示 天主的啟示 人怎麼回應呢 人怎麼用信德去回應呢 那就是一個 啟示和回應 一個一來一往的關係 那這個天主的流逆呢 就使我們今天流逆出 我們那個 就是活出我們的信仰 那一點很重要呢 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生命之主 真理之道 那所以呢 他就很強調呢 我們怎麼通過聖言 通過信仰 能夠接受這個真理 特別是通過聖事的恩寵 去活出這個生活 那所以呢 你看到呢 整個方向呢 就是要與主與人共慾 最後呢 走向永生 一來一往的一個回應呢 就看到呢 他的教理呢 是離不開聖經 還有呢 是有聖經依據下的 講信仰 和聖事 和倫理 那樣 那這個呢 就是他一個 由神學那裡 那個特色呢 我們現在講到 在教理那個鋪排 OK 看先 是不是跳了 可以 回到這裡 那麼呢 多瑪斯的主日廣道呢 作為一個教理培育呢 他也是用了士林神學的模式 就用在廣道 很普及 那時候有很多廣道集的 其中一個呢 在歐洲呢 比較是大家觸目呢 就是多瑪斯的教理廣道 那至於呢 他是為了士道的 那至於呢 平民百姓的培育呢 就留下一些民間教理啦 七字教理啦 什麼變成了七字慢慢唸啦 就是簡簡單單啦 那所以呢 就是他就很關心呢 就是 士道的培育 那所以 中世紀最普及的 教理培育方式呢 就是 一個呢 可以說呢 是針對士道的 教理廣道 其實就是禮儀廣道 那你看到呢 就是他在 那波里那裡 開始發展的 那如果你問 教理 他的教理廣道集 經常都回到這個問題 是對象是誰呢 你記得 如果你拿著廣道集 我現在後面的背景 其實拿到招牌 如果你拿著他今天教導你 就死了火了 因為那些廣道集 剛才我講過 是為哪些人呢 是為 司道廣道用的 給他了解了脈絡之後呢 有個譜 即是 講話 遮遮巴巴也好 有個譜 所以 那個是為他們的培育 所以 不是直接拿來去教的 所以這一個是教理廣道 但是今天呢 覺得他講道 因為他影響天 要教教理的脈絡 不是編排 而且他是把士林神學 那套內容 變成一個簡化了 好像神學濃縮版 雞精那樣 所以今天呢 看那些雞精 大家很過癮 是吧 覺得很棒 但是呢 要演繹那些雞精 濃縮 要變回生活 就真的很有功夫 所以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 講道集的一些背景 好了 我就有一個比較了 那你就覺得 以多瑪斯的時代呢 馬丁路德還沒有出力 是吧 但是呢 多瑪斯的系統呢 其實是影響今天的天主教教理 第一個影響就是1566年的羅馬教理 如果你有上集呢 看我上集 講這個多瑪斯 講這個多瑪斯的神學大傳 怎麼影響天主教教理呢 你們要記得呢 這個圖我都出現過 羅馬教理書十六世紀呢 是沖著哪個教派去的呢 是沖著馬丁路德的基督新教 因為他拉走了我們很多教人 很多適是非的東西 就是一個鋪排 也是當時看到教會那種僵化呢 他是有心改革的 不過他改革得來呢 使得很多教學可能有一些 某些部分的偏差 或者信仰不全面 你看到馬丁路德呢 他的教理呢 是有《戒命》 《信經》 《天主經》 但你看回多瑪斯呢 就不是的 多瑪斯呢 是有《信經》 由《信經》那裡呢 他引申聖士 然後有《十戒》 有《天主經》 所以呢 你看到1566年的羅馬教理書呢 當時呢 他為了去維護信仰呢 他是走回多瑪斯的《教理港道》 這四個支柱裡面 這四個支柱當時呢 在16世紀呢 並沒有一本書 叫做《教理訓導》 這本不是一本書 《教理港道集》呢 是集合他呢 在不同的階段呢 那四大支柱的港道內容 那是零碎的 所以今天呢 你如果在網上找呢 或者《天主教教》 引用多瑪斯呢 他是引用他《中途信經》的講解 可以引用他關於是戒命的講解 可以引用他關於是祈禱的講解 但是你不會找到一本書呢 是叫做《教理港道集》 或者是好像《教理訓導》 教理訓導一本這樣的書 這四個內容呢 是一些港道內容來的 是後人呢 將他集成一個內容 那首先將他集成一個內容去參考呢 就是16世紀的特倫多大公會議 因為他要編一本有份量的教理書 他又用了《多瑪斯教理港道》 這四個元素 或者四大支柱呢 就集在一起 就用這個框架呢 去編了這四個內容 那內容不是完全完全是《多瑪斯》 但是整個框架 參考那個趨勢的方向呢 是跟《多瑪斯》的 那麼《多瑪斯》是跟奧斯定的 那麼所以呢 這樣下來呢 整個中途傳下來的信仰 或者整個傳承就清楚了 那麼我想說呢 就是說 在《多瑪斯》這四大支柱裡面 那個系統是《信經》、《聖事》、《十戒天主經》 《多瑪斯》沒有搞亂了 《多瑪斯教理》 《多瑪斯教理》 《多瑪斯教理》也是這四個 《四大支柱》 這個系統也是一樣的 那麼但是 在《多瑪斯》的年代呢 他很關心的東西就是說 他這個教理港道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就是希望貫通神學思想呢 用在一些培育教友方面的 那麼他就說 教友要什麼培育呢 要用《聖經》培育 但是《聖經》要融入在教理裡面的 那麼他說呢 有三個元素是教友不懂的 第一個就是《信經》 第二個就是《天主經》 第三就是《愛德》 其實這三個元素呢 是來自奧斯汀的 奧斯汀的教理書呢 是有三個字而已 就是《信望愛》 《信》就是《信經》 《望》就是天主子女的《望德》 《天主經》 《愛》就是《愛主愛人》 《愛德》 那麼《多瑪斯》呢 他很強調人所要相信的《信經》 人所要祈求的《天主經》 人要實踐的《愛德之律》 那麼這三個成為他一個 得救三大元素 就用在他《廣道》那裡 那麼我們看到呢 現在他的《廣道》影響呢 影響呢 就是我們出版的《四大之處》 那麼現在你看到我那套《信經》 《禮儀》、《倫理》、《祈禱》 那些卡的要點呢 他的鋪排都是跟著他的教理的 所以都是分不開的 那麼所以這個呢 都很大影響我們 是要用的 那麼跟著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 他的《多瑪斯》的《信經》系統呢 其實是說中途《信經》十二條 在他的《廣道集》裡面呢 是分了十五個主題 是分十五個主題 但是今天很多人呢 是為了 想告訴別人 今天《多瑪斯》的內容呢 是跟著整個教會脈絡的 那麼所以呢 他十五個主題呢 有些書呢 如果是很強調是《多瑪斯》的《教理港道集》的話呢 或者是直接講《教理訓導》的時候呢 是會將十五題呢 縮到十二條的 在英文呢 就經常說 to be continued 其實是三條內容來的 他就是想縮到一條 為了去回應中途《信經》十二條 但是在這裡呢 我想點出呢 就是我用回《多瑪斯》的十五個主題 和大家提一提 那為什麼要今天 要今天的講題目的是什麼呢 就讓大家看看 我們最原始 從中途傳下來的信仰 經過我們理性的認識之後 今天我們的信仰有系統的了解 怎樣配合到生活 怎樣影響我們今天 對天主教教理的認知 那麼一個傳承 一個了解 那麼所以呢 今天我們不是說 我解釋完這十五條之後 以後你要將武道班 將所有培育 變成十五個主題 去講信經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讓你看到呢 就是那些主題的內容呢 其實真的影響到我們今天呢 用什麼角度呢 怎樣去分析我們的信仰 有系統的 如果你要了解它的內容呢 看回天主教教理 你發覺呢 以天主教教理引用它的地方 好像不多 即不是每一條都引用它 但是整個內容那個演繹的方位呢 譬如說復活的狀態呀 善人惡人的復活呢 其實是跟多瑪斯那裡有關的 OK 我們正式去看一看 第一條呢 就是信 I believe 我信 他說呢 我們的信仰是由人的生活開始 由認知 由困難開始引入的 好像我們武道前期開始 開始不是說天主 是說人的生命 怎樣去尋找生命之願 的一個歷程 就是I believe 我信 由生命的信念開始 第二條呢 就說我信誰呢 其實信來信都是信一個 信天主 只不過呢 在當時有很多的多神論呢 使用人的信仰呢 就偏差了 那麼他就很強調呢 天主才是可信 是天主的 只有天主是真正的神 他的存在 和他的管治 那麼第三條呢 他就正式講天父了 這個天主是怎樣呢 就是天主父 他是創造天地萬物的天父 這個正式去演繹到 《中途信經》第一條 信天主父 那麼他這十五條的模式呢 都有點像神學大傳的 是先破後立的 即是先講現在現代人呢 對一般信仰的問題 他的誤解在哪裏 接著破了你了 我給你一些正的 給你解釋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很多錯誤的 宇宙觀 當時的謀論 接著就講呢 其實 萬物美善和人的尊貴 我看回世界這麼漂亮 人那種尊嚴 我就自然會找到天主創造 找到天主的愛 還有天主 我們生命是為光榮天主 但是同時呢 光榮天主的目的是 為我們分享天主的美食 分不開的 那麼這一點呢 已經是今天我們教你 講創造的兩大目標了 神學都是一樣 那麼你只看這三條 你發覺呢 咦?這三條 會不會跟多瑪斯的 講天主存在的五路有關呢 是不是呢 我告訴你 直接是 甚至今天的天主教教理呢 我也引用一下 今天天主教教理呢 在31到35號裡面呢 他是沒有說過引用多瑪斯的五路 不過他的表達呢 是用了的 他就很強調 人是按天主肖像受造 就被奉召去尋找一個不認識的天主 是要通過一些way 通過一些途徑去認識他 那麼天主怎麼叮醒人去認識他呢 那麼有五個途徑的 都是歸納在世界和人 世界就是從世界的運行 運行不息 世界的演變 在一個基本裡面不斷去變化變化 還有呢 在很多偶然的事裡面 看到一個定律 非必然性那裡去看 還有呢 萬有的秩序 分享了天主愛的不同的秩序 有不同的標題 不同的美麗 邁向一個永恆 真善美愛的天主 宇宙的喜悅 就從這個世界的變化 五路去看 還有很強調人的良心 人有個良心道德的聲音呢 是使人向善的 就算你喜歡賺錢 喜歡去一些你的成就 你的成功 你去讀學位 拿博士 其實都是邁向真善美愛 只不過可能有些地方偏差了 將個無限幸福呢 變成有限 但是人是在找天主的 所以呢 他就教理書用了多瑪斯的觀點呢 就是說世界和人呢 是證明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無恥無蹤的存有 是通過一些 通過一些路徑 所以呢 天主的存在是準備人接受信仰 所以剛才多瑪斯都說了 那三條的信經的解釋 就是由人 由沉迷天主用理性呢 去到 找到天主是愛 天父的創造 所以呢 今天的教理呢 那個脈絡呢 其實都是跟了多瑪斯的 雖然沒有直接說引用他 哪裏 那當然第四條開始呢 就講聖子了 講聖子的時候呢 就講聖子 澄清一些異端 就講明聖子 降生的天主聖言 和信仰的意義 跟著呢 就講聖子呢 是因聖神降人 由同聖馬利亞誕生那裏呢 就講出降生的教義 當時有很多異端 早期的教會有很多異端 多瑪斯是用這些異端去解釋 但是他沒有提很多異端的名字 但是那些問題呢 他是綜合了的 但是開始了呢 他是嘗試 是將聖子的生命 他降生的意義 和生活呢 是掛勾的 那另外呢 在第六條那裏呢 他會講到 在彼拉多執政時蒙難被釘在十字架上 死而安葬這裏呢 他開始比較呢 人和基督死亡的關係 和靈欲分離的情況 那麼他講出了呢 為什麼要死在十字架呢 他講出了兩個意義 一個呢 可以說是由上而下 一個是由下而上 上而下呢 就是說 這個救贖意義呢 就是來自天主的 就是為了去治愈罪惡 帶來的後果 那麼他用了幾個詞 呢 罪污 懲罰 軟弱 人是軟弱的針對 人是罪行 人是死亡 他立刻救贖 第二呢 就從下而上 就是告訴我們 耶穌生命裡面 和我們生命都是掛勾的 他生命裡面 給我們很多榜樣 就是 仁愛 忍耐 謙虛 服從 割捨 所以呢 這個基督呢 不是一個抽離人生命的基督 是有血有肉的 那麼第七條呢 就講到這個基督最後下降陰虎 那為什麼他下陰虎呢 就講了四大原因 第一是賠保罪行 第二就是拯救善人 第三戰勝罪惡 第二就是釋放聖者 那麼還有呢 他講下降陰虎的道理 目的呢 是要帶出四個意義 就是使人呢 期望著一個希望 對主有希望 第二呢 就是恐怕地獄 不要下地獄 還有呢 避忌罪惡 和信靠天主的愛 那所以看回下降陰虎的意思呢 和今天教理書說得很對的 基督下降陰虎呢 是拯救先距而去世的二人 打開那對門呢 救回那些善人出來 是 那所以呢 這個講法呢 和多馬斯道是非常之配合 因為是他開始這樣整 用一個神學的內容 去整理這些要點 分散要點的 所以我翻譯的時候呢 我都是用了四字四字 就是很有系統的 看他的那個 Articles 每一條 那麼這裡呢 我可以反思一下呢 主耶穌為我們生命的意義呢 其實經過多馬斯的講解之後呢 是補充到傳統教理那種 耶穌基督 因為傳統教理就覺得 為什麼耶穌講完他 念完信經呢 他因馬里亞誕生 降陰之後誕生 誕生的目的是什麼 就等死的 好像誕生完之後 做到比拉多執政事蒙難 被釘十字架 生來為死的 那麼耶穌整個生命 沒有意思的嗎 那麼多馬斯的嘗試 是將基督和生活 特別在他的博人 如何在痛苦裡面的榜樣 立德那裡呢 是想佈下了一個倫理生活 和信仰的一個整合 那所以呢 他在每一點裡面 又有聖經出發 那還有呢 今天影響我們的教理呢 是完全補足了 補足了什麼呢 就是說 原來耶穌誕生之後呢 有耶穌生平的事跡 有他的宣講 有他的比喻 有他的奇跡 有和門徒的召叫 有顯聖庸剛剛過了主日 那個讀經 是有整個生命的建立教會 還有整個猶太宗教的發展 就是在那裡會落默多些 甚至是耶穌一個靜默的時期 就是他一個叫做忍修的時期 就是還沒出來傳教 之前那個階段 不是只有十二歲講到 不同的階段 和聖家的關係呢 教理書都有交代 就是在他德行那裡忍生 所以這裡是影響了今天教理 重視基督的生命 那接著第八條呢 就是說呢 就是他在第三日 從寫者中復活 就指出人要認知 天主的光榮 和地獄的痛苦 在這裡已經開始講 痛苦和光榮的意思 特別去解釋復活 復活的源頭是什麼 復活的狀態是什麼 復活的權能是什麼 時間是什麼 分析了 今天看的分析 就說多餘了 都好像沒什麼根據 但事實上 他是嘗試用一個神學的一個 那個超越性去解釋 那解釋了 基督復活 和人死後的復活是不同的 那他是神聖 圓滿不老光榮 那這裡呢 其實影響我們 我們有一段時間教理呢 我經常都笑 今天我不會講的 但是有一段時間影響我們 就是中文的翻譯 要你問答 就是基督復活的狀態是什麼 那經常都 經常掛念那四個金句 神光 神速 神見 神透 但是今天我不會講的 今天教理書沒有再提 因為這個是來自多瑪斯 一個 就是從一個神學 要濃縮去淺化 他的整個演繹 你這樣講我這樣聽 我這樣背 但是今天你背來沒有意思 是否有些人 我經常笑 青年後加多一個 說你神經 都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 今天我們不會再講這個 這個這樣的道理 但是在多瑪斯的時代 是幫到一些人去背 去信 是吧 就是環境不同的 那跟著呢 第九條就是 升了天 坐在聖父的右邊 那裡就說 升天是超越萬有的 和合乎理性 和對我們將來都要升天的 還有第十條就是說 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 就是在說耶穌是人 是天主 審判一切善惡的教徒 和非教徒 都交代非教徒 判罪 是他用智慧威能去審判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不是客 不是只有客字 多瑪斯說這幾條 是說末世 就是說叫人懼怕死亡 懼怕地獄 懼怕地獄 不是懼怕死亡 面對死亡懼怕地獄 還有應該行多些善功修和 愛德做準備 那這幾條其實是 他從死而復活開始 已經進入一個末世觀的了 這個就是多瑪斯在第八到第十條 我們既然這麼清楚 人要走向末世 走向生命的圓滿成全 那怎麼做呢 第十一條開始 他就解釋要靠聖神 就講聖三的關係 聖神是恩寵 聖神幫我們結症 有些要點教你 結症、光照、保守、強化、圈道 有幾個 還有澄清一些對聖神的異端 十二條就講聖兒公教會 就解釋 傳統我們中途信經的 至一至聖至公 從中途傳下來的訊息 第十三條就是講 我信聖兒公教會 諸聖相通 罪過的赦免 這條很重要 這條很重要 這條是多瑪斯 因為他我就說 我是這樣分析的 因為他是很受本督會 對禮儀祈禱的經驗 還有他要教化一些人 去明白信仰 教化那些司徒 去講解信仰 所以如果按照奧斯定 你得過信經講完 講完就去到祈禱 信望外 然後就戒命 那就不講禮儀 不行 不講禮儀 為什麼會不講禮儀 那他就嘗試 就在奧斯定解釋信經 就是我信聖兒公教會 諸聖相通 我信聖兒公教會 我信聖過的赦免 就引申出來什麼呢 就是教會就是諸聖的團體 就是聖神的化功 所以在教會裡面 通過七件聖事 就能夠使用得到 聖過的赦免 恩寵的相通 所以就在信經這一條裡面 就是解釋七件聖事 使我們的信經 原來立刻要講聖事 沒有聖事 我們所相信的就寧空了 所以我相信的天主是愛 就是通過聖事去流入給我們的 就是去到他的脈絡 所以有了聖事恩寵 我再講多些末世是怎樣 就是欲生的復活 和永恆的生命 就是善人、惡人的復活是不同的 復活的狀態是怎樣的 還有末日的時候 我們永生的圓滿是怎樣的 永生永死是怎樣的 地獄是怎樣的 那就講解 所以我們看到 他很強調那個末世觀 是從現世 由現世走向末世 那個特色是什麼 就是人要走向盛盛盛 是通過聖神恩寵 怎樣比呢 通過教會 通過什麼 通過聖事 通過教會的聖神內的生活 那麼他這個解釋呢 就使我們今天就多了一條柱 就是聖事 這個呢 所以今天有些人 是把多瑪斯 實情就說他是 多瑪斯的教理 其實多瑪斯的教理 英文Aquinus Catechism 其實就是他的教理廣道 四篇的 四部分的廣道 那這篇廣道呢 最特別就是 這裡你看天余教教理 947 如果你有教理 可以看 一樣的 這裡就是講了 他引用我多瑪斯 中途信經的展示 就是對於這個信經篇 多瑪斯的教理廣道 怎麼講信經 這裡呢 就引了 那麼他這裡就講得很明白的 就是說 由於所有信友組成一個身體 他們彼此分享所有 我們應該相信呢 在教會之內呢 有各種財富的共享 就是諸聖相通 然而在肢體當中呢 最重要就是耶穌基督去元首 因此呢 基督的功勞是通傳給所有肢體 而這個傳遞呢 是通過教會的聖事進行的 即是他的諸聖相通的恩寵的寶庫呢 是通過聖事去傳遞 正如呢 這個教會是由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治理 他所領受的一切益存 須成為共同的資產 所以聖而公教會 就是講聖神講教會 講教會 講教會一定要講聖事 否則那個愛呢 就通傳不到了 那麼所以這個呢 很清楚呢 多瑪斯的信經廣道呢 教理書有引用的喔 正如呢 這個講的就是 他是從奧斯丁的信經解釋 我信聖而公教會誅聖的相通 就講出呢 七件聖事 教理書引用了這個表達 那麼 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奧斯丁的時代 沒有禮儀 不講禮儀 不講聖事呢 為什麼奧斯丁在那個時代 第五世紀 不解釋禮儀聖事呢 要等到多瑪斯十三世紀 才搞一本教理書出來 教理廣道去解釋呢 大家 可不可以有什麼回應呢 為什麼呢 教父時代 為什麼不講禮儀聖事呢 不解釋啊 不講啊 有沒有一些跟我的學生 跟得多了 都知道我想問什麼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為什麼教父時代不講啊 大家可以回答 大家可以回答 其實可以回答自己 自己可以回答自己 是啊 是啊 為什麼 有哪些學生 很多學生 五世紀好生 是啊 是啊 教育未普及 還有呢 那個編輯 就是文 那些叫什麼 printing 或者paper 各方面都未這麼普及 或者這麼便宜 那可能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 可能 但是並不是這個原因 好 第二個解釋 是 是 不用怕釘蕃茄的 講錯了 不用怕 現在是皇上 哈哈哈哈 是不是因為當時其實 那些人 就是那些教友 主要就是 他們經驗信仰 就是藉 已經是在禮儀 不是姓氏已經是在經驗中的了 是 是 教父就是這麼說 禮儀姓氏不是講的是經驗的 所以現在再講真些了 所以有一個時期 我們叫什麼的教理講授 什麼什麼的教理講授 是講禮儀的 是講奧積的 不是講解 是生活的 是經驗的 什麼期 什麼期 適合期 是的 適合的教理講授 是的 大家終於回來了 靈魂回來了 教理靈魂回來了 教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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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師傅的教理講授 教理講授 是的 這個奧積不是講的 是領然洗之後 他們在每次的尼撒盛事 在修和盛事 在教友生活裡面 去體驗這個奧積 所以教父說 聖事不是講的 是體驗是做 是經歷 到領然洗之後 他就慢慢跟你去展示 所以在講道裡面展示 但是多瑪斯 那時候已經不是遲了 而是說我在四巡旗已經提早講了 不用等到領洗後講了 四巡旗已經進了 聖事的教理講授 所以呢 他在四巡旗講道裡面 已經開始提了這個聖事 因為他覺得不提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 在《中途信經》講題之後 多瑪斯在小潔裡面 是有意將他那十五題的信經 是歸納回十二條 歸納法很有趣 他歸納得很神奇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牽強 他說有六條是講天主神能的 天主性的 有六條是講人性的 那麼講天主神能是哪六條呢 講天主是全能的 三為一體的 創造的 教會諸勝的 赦罪的 是來自洗人欲生復活的 主 和賜與常生的主 講到這幾六點呢 就是天主的神能 《信經》是宣講天主的神能 講到《信經》是宣講人性的時候 基督人性在哪裏 哪一條講基督人性呢 他生於同精裡 受苦致死 諾欽虎 其實諾欽虎不是人做得到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諾欽虎 就是 他當是人性那部分 復活 以人性的圓滿 升天審判 就是 確定基督人性 他這樣分若 那這個就是他一個總結 那所以呢 添而易見 就是我總結這裏 雖然呢 他的神學大傳 這個講錯 教理講道集呢 教理訓導呢 是類似神學討論的課題 真的很像的 其實是濃縮了 但是用一個系統的方式 明文實字的樣子 要點名識呢 點一點的樣子 用耳機 一個緝錄 配合人的生活呢 經驗呢 嘗試去解釋 那就變成了呢 他的教理講道的內容 就被施諾在講道時候用 那就是變成了第一部分 信經十五條 第二部分 就是 我信聖如公教會諸 聖力相通 隱身七見聖事 第三部分 講愛主愛人的十戒 第四部分 講天主經 就變成今天教理的四大支柱 變成了五十七個主題 就用在一二七三年 用在聖道明堂區 不是息傲期用 是四巡期 不是復會期用 是四巡期 四巡期的主日港道 他是用在那裡的 所以這個就是 好像大家的重溫信仰 那樣 這個就是一個多瑪斯 一個奧斯丁 我用了兩幅壁畫 所以 剛才我講的 其實他有這四本書 為什麼中文的翻譯呢 他這麼有趣 講完信經 乾式信經這本書 為什麼第二本書明明是講聖事 又會論信條 與教會聖事呢 因為多瑪斯七見聖事 是來自我們信經的 我信聖而公開會主聖相通公 信條和信經 和聖事分不開的 我這樣信我就這樣做的了 所以這個翻譯 都是忠於他的講道內容 就講這個外主外人 奧斯丁的 但多瑪斯更強調十介 最後呢 就是強調天主經 所以這四本書都有的 如果你們在台灣會找得到 那我就說 這次大家聽得開心 看看會不會 將來多做幾次 如果是可以有一個讀書會 大家有一些書 看看大家的需要可以回應 看看哪一部分想看 有一本書 只能讀他們中文 就不用看我今天的緝錄了 原則完美了 將來可以慢慢做 這個培育可以 最後呢 總結就是 今天天主教教理 其實就是來自奧斯丁的 信妄愛三德回倫 而多瑪斯的教理訓導 的講道集 是來自信妄愛之後 是加入了聖事 由信經引入聖事 變成今天天主教教理的四大之處 信經、禮、聖事、倫理、愛主外人和天主經 所以四大之處 今天教理就是跟了奧斯丁的脈絡 不是 是奧斯丁的脈絡 以及奧斯丁的脈絡 對 來自多瑪斯的四大部分 四大之處 OK 好了 那我先在這裡結束